今天挺郁闷的 被人冤枉了 真的是 天天都运气 最近我感觉我运气不好 老是遇小人 怎么回事呢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大家知道 我不是这边来了一个粉丝吗 相信了没过来的 这几天呢 就到我这边来玩了一下 我带他过来玩了一下 今天 就是他跟我们院子里面某一个人 就是讨论那个古董 聊了一会儿 我也不知道他们聊什么 晚上 我跟我发想 就去 我那个粉丝那里去 他住在酒店里面嘛 去洗澡 因为我们这边洗澡真的也不太方便 就到那里趁那个澡洗 他老婆就打电话回来了 我说你们在哪里 我说我们在这里洗澡 他说你们赶快回来 房东找你们 他说你们这不回来的话 他把那个铁门的钥匙锁给我们换了 让我们在外面不要进来了 我就问他老婆 我说怎么回事嘛 这么急 他说我们院子里面有一个人跟房东告账 说我那个粉丝啊 是从邵阳那边过来的 因为邵阳那边现在也不是疫情嘛 他就说 那个人就说 我这个朋友 是从邵阳那边过来的 而且说他是 是广马什么样什么样的 他说了一大堆 那时候他刚在洗澡 我就叫他 我说 赶紧洗一下 算了 房东找我们等一下我们进不去了 他洗澡头都没吹 头还是湿大大的 我们就赶紧跑回来 我在那里的时候 我把那个网友的 就是粉丝的 行程嘛 健康嘛 包括那个火车票 我都拍好了 拍好以后我拿回来 跟那个房东解释 房东给我说一顿呢 我说以后 这个院子不要带外地人进来 搞得我真的是很尴尬 很尴尬的 后来我给房东解释半天 我把这个东西给他看 他才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他还跟我说 就是说以后外地人的话 就把这个东西给你们 这个本来这个角度 就是干那种突击木骨的事 你那个你还在那里 我平时看他挺可怜的 你可怜的人都可恨的 你不知道他可恨的地方 都很可恨的 我平时 他到我 上次 上次我见他可怜的 我从那里做生意回来 他说我手机没电话费了 给我借五十万 通电话费明天早上就可以 那我给他借五十万 现在他没给我 借了几个月了 借了两三个月了 两三个月 我去问他嘛 就五十万年 我好听那点问题 大家都年轻人 是吧 五十万年 哪里花掉了 他就这么脸皮厚 今天呢 今天呢 人家那只狗活活的 叫他去把那个狗治好 生病了 去那个医院看一下 我说他说 你没钱 叫你来 叫我面去来 你给我钱 我去把这个狗治好 好像是我家的狗一样 不是 如果你了解真实情况的话 对吧 你跟房东去说 我这个五话可说的 你又不了解情况 瞎跟房东那边去说 跟房东去告状 等于造谣一样 你说我是不是很气愤 对吧 这不就是小人吗 平时真的我看得挺可怜的 你像他从我这边过的话 我给他一根烟醋 什么样的 我感觉他一个人在这边 也不容易的 对吧 大家都在往里 但是没想到 他是这样的小人 搞得我真的是 唉 很无语 真的很气愤 以后你不要给他什么 什么都不给他 那以后我见到他 我都不理他了 这种人的话 你给他干嘛 背后说人家的坏话 你说 你当着我的面说 你如果你不了解情况 你问我 他是从哪里过来的 对吧 在你把我说的情况 你转速被往中 对吧 往往中自己拼着 人家没到过那个地方 没到过少阳 人家直接从江西那边 南昌坐高铁过来 直打坏话的 他说人家 又转到少阳 什么 又到坏话的 你说 有这样的人吗 一个男人 每天问了花钱 在欠五十块钱 你还看着他就问了花钱 那你不用给他脸皮吧 这样的小人 不要给他面子 不用可怜他 对 就把自己搞到那边 真的是 太无疑太无疑了 我真的感觉 到坏话这边以后 我走到哪里都好像遇到小人 我遇到好几个了 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我不适合在坏话 不是 每个人的运气有一段 有段时间运气好 有段时间运气差 可能你现在就是运气差的事情 你看你一天活就这样了 这么久 我都在这里搞一个多月 都没事情 你还搞一天就出事了 对 你看每次你能遇到那些人 都是那种人 都是这样的 这时候运气不好吗 你跪着也还没出现 那在后面 慢慢就会好起来了 谢谢大家